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1516 我们这个叫1516计划 就是我们所说的走出去 请进来的一个主导方针 我们当时的模式就是说 送了我们一批运动员 到国外的一个高水平的一个俱乐部学习 我们学习了很多知识 也改变了我们很多的一些训练的理念 看法 也接触了很多一些国外的运动员 因为我们见识了一些新的知识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 请一些对我们帮助很大的一些教练回来 开始针对新的训练 所以说我觉得走出去请进来 这个方针给予了我们这一批运动员 一个很大的收获 包括我 谢震涅 墨游雪 还有现在的吴志强 他们都很大的帮忙 很大的收获 苏炳天表示自己在东京奥运周期成绩突飞猛进 这正是东西方体育交流的成果 我觉得我们是最大的收获者 因为确实他在这个技术文化上面 还有这个理念上面给予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其实现在我们也很欢迎一些西方教练进来 指教我们一些中国的运动员 在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整个团队已经开始是美化 所以说我们在当中我们的收获是最巨大的 包括其实在这个奥运会备战之前 我们也请了一个美国的这个生物理学专家 来给予我们做一些这个起跑的测试 他很快就从我们训练上面的视频 马上分析出我们所有人的缺点 8月1日晚苏炳天在东京奥运会上 以半决赛9秒83决赛9秒98的优异成绩创造历史 其中9秒83不仅创造了新的亚洲记录 也超越了所有白人运动员 他也成为首位站上奥运百米决赛赛道的中国选手 打破了有关白米竞赛的人种论偏见 人种论这种东西都是已经很久很久传下来的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我们该是时候打破所谓这种人种论 但是多少肯定还是会有一点点差距吧 但是我觉得问题真的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弥补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一百米这个项目当中从以前一些人流传下来的 就是说亚洲人破不了十秒然后跑不了多少秒等等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以来应该是我们的这个训练的理念出现了一些问题 并不是说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们现在就做到我们把几秒83放在这里 让他们以前所说这句话的人哑口无言 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对于自己取得如今的成绩 苏秉天认为科学化训练是突破的关键 对于我目前而言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科技的问题 因为天赋的话可能像我这样到达国家 国家场面的运动员的话可能很早就被这个定义了 但是对于未来怎么去再次发掘就可能就完全靠 就是这个与国际接轨啊 然后科技助力啊 还有这个医疗保障后面的一等系列的东西保障起来 因为确实是在我跟Randy合作了以后 我才接触到这些细腻的东西 让我也见识了很多 所以说我觉得在他这个帮助下 我觉得更多的帮助能够跑到今天几秒83这个成绩的话 就是他所带来的这种高科技的训练 凭借苏秉天和谢震业等众多国内名将 不断在国际赛场取得优异成绩 外界对中国短跑的关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对于中国田径是否会出现下一个苏秉天 苏秉天给予了肯定的答案 这个是百分百会出现的 因为我觉得我能做到的东西 我相信我肯定会有以后的人做出来 只是说能不能做得更好或者超越 这个是我们想去期待的 对我来说我能做到我就够了 因为我告诉了所有全国的人民 我苏秉天已经是做到了这个当时你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用来打破的 我不可能我直接 我就是一个像什么神 我做的东西你们都做不到 不可能 我觉得还是会有机会 因为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我也发现其实我们还有空间 之一 师